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图苏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威力远超原子弹1000倍的武器 无论是出于生存的愿景,还是出于毁灭的欲望 人类对于武器的研究之路从未停止 从最早的剑脊弓尸到如今的枪支弹药 人类武器的威力越来越大 而直到二战时期,原子弹第一次在日本展露威力 人类才看到相互毁灭,力量平衡的苗头 随着时代的变迁,原子弹都已经不再是最大威慑 氢弹如期而至,而比氢弹威力更加恐怖的是骨弹 而以单纯追求生物杀伤力的骨弹 也成为了不少野心家们关注的核心 不过这种威力远超原子弹一千倍的底牌 被很多人称之为一颗就能毁灭人类 至少在目前仍然停留在理论数据上 没有哪个国家公开过自己正在尝试对这种武器进行研究 古弹这一理论最早是来源于美国物理学专家 利奥·斯拉德于1950年提出的 当时二战刚结束,美国将主要对手瞄准苏联 为了寻求更加强力有效的威慑力 美国人认为必须在原子弹的威力上进行改进 氢弹也是在该时期被研制而成 而美国人最开始设想是在氢弹引爆的同时 将周边围绕的大量U238进行连锁反应 利用裂变、聚变、裂变的方式 让威力成几何倍数增加 又被称之为三相弹 而古弹则是将连锁反应电条上的U238换成了古59 据了解,当时美国人在研究时就发现 只要将古弹在地球平流层引爆 爆炸中的中子会被打进古弹周围放置古59 而古59会转变成古60 这时古衰变产生的伽玛射线 会瞬间遍布整个地球大气层 这种射线专门针对生物的DNA 地球上任何活着的生物都会在短时间内死亡 更重要的是 这种射线具有极强的穿透性 当然,这种理论目前仅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至少明面上是如此 而当时美国专家设想用于军事的干嘛射线 被证实对细胞有着极强的杀伤力 在极度弱化的情况下 如今常被用于医疗上治疗肿瘤的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停留在理论上的干嘛射线 第一次被人类观测到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 当时美国军方发射的维拉人造卫星 在太空证实了这种设想中的干嘛射线的存在 美国人在武器研究里面一向是毫无顾忌 古弹这种潘多拉之河到底有没有被美国军方偷偷研制 作为战略平衡的最终手段 而我国是否又有所动作 同样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的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捆绑全球的底牌 却能在必要时确保开战双方在最终时刻强制冷静下来进行谈判 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下滑的当中 东欧、亚太、南亚、中东等地区 地区局势已经急剧升温 不过颇为讽刺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理论上毁灭人类的武器 反倒是能促进和平的作用 而借用俄罗斯人当年制定的核捆绑的战略思路来说 如果自己国家都不存在了 要世界还有什么用呢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有喜欢本视频的观众老爷们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有不同硬件的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也会在后续节目中加以改进 咱们下集再见,拜拜